大家好我是Peter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NFT了沒跟著Peter一起轉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怎麼樣跟著Peter一起轉 那我在現在是籌備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後跟大家分享 首先還是請大家來到我們這個PBT 我這邊跟大家講 我們即將籌備要做一個跟著Peter一起轉的NFT 那這個NFT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那我們NFT其實整個NFT的概念是在分上 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這個持有者還有項目方還有資本市場 那我們當初為什麼會想到說跟著Peter一起轉 大家如果第一次聽到我在YouTube上每次講說 大家NFT了沒跟著Peter一起轉 這其實這個都是一個Web3的一個邏輯 一般人都覺得說我參與一個投資 那我單一投資我只買了就不管 但其實很多Web3的時候 我們不管是投資或者是在社群裡面 是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建立一個社群 那社群發展 跟社群的成長 將來社群有更多價值進來的時候 其實獲益的人是所有在社群裡面的人 不是說只有當初最早做這個社群那個人 那很多很好的例子 比如這個Brett 我們有一個很有名的Youtuber 他做了Magic Mushroom 就是神奇香菇 那神奇香菇最後他已經發了2萬張了 最後最後神奇香菇變成一個道的形式 那對Brett來講他只不過是發起人而已 後來Brett其實整個都跟神奇香菇 還是保足很好的關係 但是他不是神奇香菇裡面的主導人 神奇香菇裡面有一整幫自己做的這些人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不錯一個邏輯 我們今天跟大家講 這跟著PTA一起賺NFT 這整個邏輯跟一個想法 跟著PTA一起賺我們分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當你個人持有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你個人的AlphaPass來得到很多好處 那第二當然是項目方可以跟我們合作 我們等於是幫助項目方發展 跟幫助項目方成長 第三資本市場 資本市場我們可以跟資本市場對接 那資本市場的朋友們 也可以透過我們找到非常好的項目 那個人持有者最大的好處就是不需要 乾白銀單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常常說花很多時間去乾白銀單 然後在乾白銀單的過程之後 又講故事 然後又唱卡拉OK 那最後可能我最後乾到白銀單 結果項目方破發了 那這個等大家花好多時間在這個地方 最後沒有辦法拿到應有的這個回報 那如果有我們的AlphaPass之後 你就知道我們很多項目都會直接 跟我們有一些合作 我們自然而然有很多外部的項目 那內部的項目 我們將來也有可能就是大家自己 互相發我們自己的夥伴們發白銀單 那這邊很棒的優質項目的白銀單 就會留在我們自己的社區裡面 那任何人想要發NFT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找我們 為什麼呢 比如說我是藝術家 我是程式設計師 甚至我是開麵包店 甚至我是做任何實業 我做實業的部分 我想把我的實業加入 NFT的這個功能在裡面 那像我們比如說好朋友阿茨 他是做一個二手車的買賣的生意 他透過白銀單 透過NFT 有辦法在NFT的這個世界裡面 跨足了NFT的世界 那等於讓他自己原本的生意 這更上一層樓 那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很不錯的 進入元宇宙這塊 有了N宇宙的護照之後 不管是ID 地 房子 還有裡面物品 甚至寵物 那我們到時候我們會整套 一戰式的元宇宙服務 不管你是 發NFT的項目方 或者是你是普通的擁有者 都可以透過我們元宇宙的一戰式服務 讓大家用整套元宇宙的這個方案 那將來我們投資也是會有 新的項目方 新的項目方來找我們合作 我們有可能 除了幫他們做諮詢服務之外 我們甚至可以是他們的前期投資者 那我們可以是他前期投資者 有可能是職業投他們的總子基金 甚至他們將來 他們NFT的部分我們可以投資他們 那我們將來還有一個 我們要做的就是加密資產基金 加密資產基金部分也是 讓最早持有AlphaPass的朋友們 有機會就第一個有辦法先投資的優先權 那一起將來分潤這個機會 那如果大家自己想要做項目 那我是非常歡迎 大家做項目的話就可以持有 我們這incubator pass 孵化器的這個培育的這個服務 大家知道我最早其實做ICO出身 那也做過 做過礦場 做礦場諮詢 也幫過不同的項目 在不同地方蓋礦場 那也做過在大企業 幫大企業裡面的董事會 看投資項目 所以整個在區塊列裡面 從2016年開始到現在 做了蠻多的時間 看過幾千個項目啊 我可以這樣講 那這個就是我能幫助大家 給個人持有者最好的這些利益 跟最好的好處在這邊和大家分享 那當然你是項目方 我說項目方的partner 項目方最不容易是找到對的 精準的這些受眾群眾 那我們市場營銷跟項目推廣這些 我們是一直可以持續幫大家服務 那當然還有專業的諮詢服務 社群的建設人才的培育 早期最早其實我就做ICO諮詢出身 其實這一塊對我來講都是非常熟悉啊 那除了這些之外 專業的規劃藝術家或者城市設計師 有些人說我是藝術家 但我沒有城市背景 怎麼辦 那我們這邊其實就可以提供一些城市 設計相關的服務 那如果說我是城市設計師 但是我想發NFT 我沒有藝術家 我們這邊有藝術家背景的朋友 我們可以提供相對相關的服務 然後另外 所有的NFT其實最大的痛點就是我想進入圓影 之後我們不知道怎麼弄啊 那我們到時候我們其實會有另外一個 產品現出來 是可以幫助所有項目解決 進入圓宇宙的痛點啊 當然你們只要找到 NFT的圓宇宙的項目方 有辦法提供這個服務 就是我們Peter NFT 到時候跟著Peter一起賺NFT 就可以提供這樣的一個一戰式的服務 讓大家有辦法直接進入圓宇宙 那還有大型代幣經濟模型 非常重要啊 大家都知道將來每一個NFT 基本上發出來 都是一個圓宇宙啊 這個圓宇宙裡面必須要一個經濟體 那經濟體其實主要在裡面流通 就是代幣經濟 那代幣經濟模型必須受透過 一些專業的經濟學家 甚至代幣經濟模型學家 去做一些設計 不然的話代幣經濟如果沒有做好 其實很容易整個經濟體崩盤 那甚至你裡面的通貨膨脹就是飆升了 其實跟真實的世界是一樣的 那當然我們資本市場朋友 常常會遇到很多問題說 我想要投資好的NFT 我去哪裡找 那到時候我們其實就會有這樣的平台 幫助資本市場朋友進入NFT市場 那協助孵化項目跟NFT市場 對接也是一樣 專業投資人 專業投資人跟投資機構 其實要找到NFT的項目非常不容易 我們就可以照中間一個對接的一個平台 那幫助投資人過濾篩選優質NFT項目 投資商品的規劃 像有些朋友他們家住基金 會有些朋友本身是做基金做Fund出身的 那他們想說譬如我們想要做投資NFT 市場的基金 他們不知道怎麼弄 甚至他們NFT市場不了解不熟悉 那其實我們都可以幫助大家做投資基金 募集跟管理規劃這個部分的服務 那其實我們要講這麼多 跟一般市面上要發達發派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邊其實公開招募 我們招募一些團隊的幫助我們 那我覺得首先當然是社區的團隊 我們有Mod跟Growth的團隊 我們現在Mod跟Growth的團隊 有一些朋友在幫助我們 但是我們需要更多朋友加入 那有些朋友氣氛組的團隊 我們也需要很多朋友說 我想要加入Period的community 想加入我的團隊 會會歡迎很多大家朋友來加入我們氣氛組的團隊 我們氣氛組的團隊 到時候我們辦很多活動 不管是參考 我可以講故事或者是辦很多這種所謂的 seminar 就講座 大家都可以透過這些講座 學習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當然我們需要藝術家的朋友團隊 我們要需要城市設計師的團隊 還有其他零零種種 我們剛才前面講的所有需要的這些 資源跟這些人才 我們都歡迎大家來加入我們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NFT 如果你覺得Peter 加入跟著Peter一起賺這個NFT很不錯的話 哪一定要想辦法來加入我 好不好到我們discord 到我們discord裡面加入discord discord裡面幫我們開票出來跟大家聊 甚至我們的招募團隊的那個區塊裡面 大家也可以在裡面留言 到時候我們就跟大家在這邊直接聊 那如果你覺得我們視頻不錯的話 請關注訂閱跟點贊 好謝謝大家 拜拜